欢迎您收看 亚洲简报 和处理水排海后日起的中国业务受阻 日本工商界筹划与中国领导层会谈 法广 安东尼 日中双方已经达成共识 日中经济协会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金团联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导团 将于明年1月23至26日访问北京 目前正在协调与中国领导层举行会谈 共同社报道 访问意在缓解因东京电力辅导第一核电站 处理水排放入海而对立的日中的紧张关系 确认在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如果中方为对抗核处理水排海 而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持续 或许这个议题会成为磋商的焦点 核处理水排海后 日起面临的中国业务环境变得严峻起来 对于日本要求撤销的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中国主张称禁运完全正当 访日团队由预约接连取消 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呼吁抵制日货 中方的接纳单位是作为经济团体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日本经团联负责人表示 这是我们热切期盼的访华 虽然日中关系严峻 但对日本而言 中国是重要的国家 我们希望通过交换意见 寻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这将是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9月以来 日中经协代表团再次访华 时隔4年零4个月 这次将以日中经协会常进藤校生 日本制铁董事长 经团联会长石仓雅和 驻有化学董事长 日商主席小林健 三菱商事顾问为首 日企高管等将参加 还在探讨届时 与中国负责经济政策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干部交换意见 日本经贸工商界与中国沟通的准备中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很可能会是排海的和处理水有没有毒害 是不是安全的问题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日发布消息称 8月31日在福岛第一核电站 处理水排放口附近取样的海水 检测出放射性物质穿浓度 为每升10倍克勒尔 24日启动排放后首次达到检出下限 东电表示 可认为是排海的影响 但安全上完全没有问题 据东电透露 过去五年 在福岛一和近海检测到的浓度 为每升0.4至2.8倍克勒尔 检出的海水来自核电站方圆 三公里十个取样点中 最靠近排放口的一处 对同一地点24日的取样海水 进行精度更高的分析 结果为2.6倍克勒尔 常规分析未达到检出下限 其他九个地点的取样海水 在常规分析和经历分析中 均未达到检出下限 日本环境省和福岛县 对30日分别在核电站附近取样的海水 水产厅对31日在排放口附近捕获的 二条笔木鱼进行分析 公布称结果均未达到检出下限 另外日本政府对排海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处理水的名称也非常敏感 日本农相野村哲郎8月31日在官邸回答媒体提问时 把处理水说成了污染水 首相岸田在官邸就该发言向媒体指出 虽说是口误但很不合适令人极其遗憾 在岸田下达指示后 农相野村哲郎当天道歉并撤回了发言 日本立宪民主党党首全建泰在记者会上 批评野村未发挥农相的作用 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熊一郎 在盛冈市面向媒体严厉谴责称 必须强调水产品安全性的人 却造成了形象受损 朝野政党中出现了质疑野村资质的意见 但岸田文雄一日表态不会撤换野村 之后岸田提及对水产业人士的支援政策 表示让野村通过尽快汇总对策并 竭尽全力来挽回信任很重要 野村就中国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发言 称完全没有预料到 被在野党提停太过乐观 岸田文雄指出迅速制定支援政策很重要 表态说将让野村也做出努力 整个政府一起迅速推进 在前往他的祖国之前 Rishi Sunak的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场宴会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首相Rishi Sunak的家人计划 在他下周前往印度参加G20会议时 为他举办一场宴会 这个活动将在新德里举行 包括一顿盛宴、花束和不间断的庞哲谱音乐舞蹈 由于繁忙的会议和谈判日程 Sunak本人将不会参加这个活动 他将为因应贸易协议进行会议和谈判 Sunak的妻子Akshata Murthy将陪同他一起出行 这次宴会被视为对Sunak家族的极大荣誉 因为他将访问他的祖籍之地 情绪激动的梁朝伟在威尼斯获得终身成就奖 路透社 香港演员梁朝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 获得了金诗终身成就奖 梁朝伟因出演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而获得国际认可 并且还出演了多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高金试奖的电影 梁朝伟谈到了他即将参与的作品 包括一部香港犯罪惊悚片和他的首部欧洲电影 他表示在犯罪惊悚片中扮演坏人 对他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 在以色列 厄利特里亚两个对立团体之间的冲突导致100多人受伤 半岛电视台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厄利特里亚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已导致100多人受伤 暴力事件发生在数百名批评政府的厄利特里亚人 接近亲政府活动后 抗议者冲破警察的屏障 打破窗户 进入厄利特里亚大使馆附近的场地 砸坏椅子和桌子 冲突导致114人 接受了以色列紧急医疗服务的治疗 其中8人情况严重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厄利特里亚政府支持者 欧达反政府抗议者 警方逮捕了39名袭击警察和投掷石块的嫌疑人 据报道 暴力事件在特拉维夫南部的其他地方仍在积蓄 沃尔里卡、约恩松、贵巧、威克斯 决定让女儿在家上学进行辩护 英国独立报 名人健身教练乔 威克斯因决定让他的五岁女儿 英迪辍学 以便全家更多时间在一起 而受到批评 威克斯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称这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并非永久性的 模特和电视主持人 沃尔里卡、约恩松为威克斯辩护 称听到他谈论为孩子们提供稳定感是 令人感动的 并且在一些欧洲国家 孩子们直到六七岁才开始上学 威克斯表示 他想给孩子们稳定和爱 并且一直在他们身边 巴基斯坦市场交易商 因电费和通货膨胀问题 举行罢工 路透社 巴基斯坦的零售协会 因电费上涨和通货膨胀 而举行罢工 这次罢工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市场关闭 包括拉荷尔和卡拉奇的主要市场也停业 这次罢工是由伊斯兰反对党 伊斯兰团结运动发起 并得到了商人团体的支持 在全国选举即将举行之际 该国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和不断升级的政治紧张局势 政府正在与塔塔钢铁进行谈判 提供五一英镑的资金援助计划 英国独立报 据Sky News报道 英国政府正在与塔塔钢铁公司进行高级谈判 以达成一项五亿英镑6.9亿亿美元的资金包 旨在确保波特塔尔波特钢铁厂的未来 该交易将为钢铁厂提供十亿英镑的资金 但可能导致多达三千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根据计划 政府将提供五亿英镑的资金 而塔塔钢铁的母公司 将在数年内提供7亿英镑的资本支出 该公司将建造电葫芦 这种方法比传统的高炉生产钢铁更环保 且劳动力密集度较低 郭台铭寻求台湾总统职位 离开鸿海董事会 日经亚洲 富士康创始人 苹果的主要供应商郭台铭 在宣布竞选台湾下一任总统几天后 辞去公司董事会成员职务 郭台铭于2019年辞去富士康董事长职务 他称辞职是出于个人原因 他目前是台湾明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的独立候选人 郭台铭指责执政的民进党与中国寻求战争 并一直试图统一反对党对抗民进党 然而 在民意调查中 他目前远远落后于民进党的赖清德 良好的沟通和准备 使香港免受了最严重的山珠风灾 立法者们 南华早报 香港政府因应对超级台风苏拉的处理而受到赞扬 通过改善沟通和良好准备减轻了风暴的影响 立法者和专家表示 政府有效的沟通和准备工作 给居民足够的时间准备应对强风和风暴潮 并且对减少损害工作的早期开始 是未来的一个良好参考点 据报道 苏拉对香港造成的破坏 仅为2018年台风山竹造成的一小部分 然而 亦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的居民和代表表示 运气也在减少苏拉造成的损害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横发村业主委员会副主席表示 如果苏拉在沉潮期间袭击该地区造成的破坏 将与山竹相似 当山竹袭击香港时 前天人台台长表示 香港得以幸免于最严重的破坏 是因为苏拉在接近香港时减弱了 从火环到Mincer 推地的念梦推动了Yalu老板 悉尼先驱晨报 Yalu Metos首席执行官 Luca Giacavezzi讨论了该公司最近收购澳大利亚涅矿商 Mincer Resources 以及与BHP就控制加拿大 Norand Resources的争夺战 Giacavezzi表示 与Mincer的交易是友好的 将使Yalu能够重新启动西澳大利亚的几个旧矿山 并在加拿大探索机会 他补充说 Yalu已经吸引了许多汽车制造商的兴趣 这些制造商希望确保其涅和其他金属的供应链 任天堂的喷射战士 合作在横滨水族馆引起轰动 日经亚洲 日本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水族馆 正在举办一个以流行视频游戏 喷射战士三维主题的夏季活动 这个与任天堂合作的活动 旨在通过提供与游戏相关的活动和展览 来吸引游客再次光顾水族馆 活动包括以喷射战士为主题的节日活动 表演和展览 其中包括了游戏中的鱿鱼 章鱼和海蛮的展览 游客还可以参加实践活动 例如使用模仿游戏中 墨水武器的水枪设计目标 这是水族馆基于任天堂知识产权举办的第二个活动 之前的合作是基于动物之森 新地平线的夏季活动 水族馆发现 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这些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游客 弥补传统营销努力的减少 水族馆的目标是 通过这些合作活动 吸引回头客 并扩大粉丝群体 JLR Tolkien采访 拍摄奥德赛 比拍摄指环王要容易得多 英国每日电讯 在这个1968年的采访中 JLR托尔金教授谈到了 他对神话的热爱 创作过程以及他的书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成功 托尔金解释说 他对创造语言的着迷导致了中土世界及其居民的发展 他强调了他的幻想世界中细节和具体性的重要性 称即使在虚构中 一切都必须具体 他对细节的关注延伸到他的角色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家谱 甚至有巫师的联合规定 托尔金透露 霍比特人的灵感来自 他在阅读考试试卷时 他在一张空白纸上涂鸦了第一句话 在地洞里住着一个霍比特人 他还讨论了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出版 回忆了他们如何成为意外的畅销书 尽管缺乏现代元素如堕落和露骨内容 托尔金的书却取得了成功 并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 托尔金否认了他的书有寓意意图的观点 称他们不是关于现代战争或政治事件的 他还反对童话故事 应该局限于传奇时代和地点的观点 认为只要保持一种魔力感 不依赖现代技术 他们可以设定在现代背景中 托尔金最后讨论了 指环王在学生中日益增长的热情 以及他所激发的各种文化现象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订费 这是六度简订费用才能 并不及浏规认 相同的简订费 五度简订费用 德勤赁 我看看 跟国桀 有更新冠 自此口 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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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